1982年,台湾歌手沈文成发行单曲《心是谁人知》 彼时热爱音乐的他还没有大红大字,在发单曲前一直在餐厅助唱 没想到这首歌让他大红大字,火遍两岸三地 他也被称为是较早期的台湾闽南语歌手 长到甜头的他再度创作,出版《来去台东》 旧青也绵绵等百万金曲《轰动至今》 直至1998年,沈文成又开始创作,出版全新专辑 最后获得18年度的金曲奖,台湾闽南语歌曲最佳男演唱人奖,实至名归 不过近年来他销声匿迹,鲜少在公开场合出现 早已经过上了悠然自得的晚年生活 然而6月21日,台媒却突然爆出他落海身亡的消息 称他生日前夕不幸意外,钓鱼跌落水中令人唏嘘 消息已经发出后,迅速在台湾娱乐圈引发舆论热议 大家都非常担心这位老歌王的现状 就在大家都担心不已时,媒体率先和沈文成经纪人联系 经纪人发声否认,称消息是假的 跟沈文成本人通过电话,他正在花莲溪钓鱼 总算平息了风波 不过事后依旧有粉丝担心他的安危 或许是察觉到新闻带来的负面影响 沈文成亲自发视频回应啊 不过沈文成晚年热爱钓鱼 他此前钓鱼时真的出过意外 当时他坐在西边转身想去另外一个地方 结果因为扶着的石头不稳 整个人跌进水中 由于当时事出突然 他还用手下意识扶着石头 没想到造成了左手中指骨折 迅速进医院进行救治 对于爱钓鱼的人来说 不管天气如何 不管西边状况如何 只要是由于他们都愿意前去 有时还一坐就是一天 丝毫没有半点不耐烦 这也是他们的爱好之一 我们作为旁观者无法理解 不过总算解释清楚了乌龙 不然大家还在为沈文成的现状担忧 希望沈文成之后钓鱼时可以注意安全 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 沈文成表示自己有两次死里逃生的恐怖经验 一次是去夜钓小馆遇到船上引擎式电线走火 当时船长已经要所有人准备到甲板跳海求生 还好顺利灭了火 但船也失去了动力 整艘船在海上从深夜飘到天亮 一度飘到鹏家雨附近才被救回 另一次则是到海岸山脉寻找珍贵植物 好不容易找到时却已经天黑 整个车队只好撤退下山 独自一人开着吉普车的沈文成 因为天色太暗 转弯时不小心压到被芒草覆盖的大窟窿 整台车翻落下山谷 怎么样都解不开安全带 心想死定了 好在车子爆炸前一刻 其他人用绳索垂降下来 把它从车子里拖出来 十分惊险 沈文成曾经有次去拍摄夜钓小馆 原本想说应该是很轻松的拍摄 没想到吊着吊着 却闻到一股烧焦味 转头一看发现是引擎是湿火 火蛇窜出满是浓烟 船长立刻要所有人穿上救生衣 准备到甲板上跳海逃生 沈文成当下心想 船已经开离了衣 两个小时 整天还只看得到这么一艘船 一旦跳海在流速很快的黑潮带动下 可能一个小时候就会飘到冲绳 茫茫大海怎么可能获救 加上晚上海流低温 有可能还没获救 就会失温冻死 于是沈文成在甲板上向祖灵 天地众神祷告 还好船员在灭火时 将水泼到电线走火的起火点上 一阵霹雳啪啦声后 火就被熄灭了 但船也没了动力 整艘船就在海上飘到天亮 一路飘到彭家与附近才被救回 另外一次 沈文成则是要到海岸山脉寻找珍贵植物 一星人开着好几辆吉普车 顺着山路翻山越岭 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已经天黑 在无法拍摄的情况下 所有人只好原路返回 路上开在产业道路上 天色太暗 加上沿路都是芒草 独自开着一台吉普车的沈文成 一个转弯压过芒草 没想到芒草下竟然有一个大窟窿 整台车就侧翻跌下山谷 翻了三圈后 整台车反复在地面才停下来 沈文成说还好当时他又系上安全带 加上车上有装防滚感 人虽然呈现到栽葱状态 但一时清醒 没想到车子开始出现很浓的汽油味 浓烟的味道也紧接而来 当下心想完蛋了 贫命想解开安全带逃生 但眼前乌漆抹黑 安全带怎么弄就是打不开 接着车子随之开始着火 千军一发之计 其他人用绳子锤降下来救援 赶紧拿着刀子 把沈文成身上的安全带割开 就在众人把沈文成拖到车外那一刻 车子也跟着出现爆炸声 有如动作电影情节 让死里逃生的沈文成永远难忘 早前 沈文成在演唱会记者会上 意外泄露自己早已离婚二十年 他吐了一口气 那么多年 公开也好 还要谢谢我讲错话 也要谢谢那场记者会 有种整个天空都开了 好像一个结 终于打开了的感觉 为何对离婚仪式保密那么久 他坦言是因为怕外界将他贴上失败者的标签 如今他已经渐渐习惯一个人生活 也认为因缘天注定 根据TVBS新闻网报道 当年在没有其他人介入的情况下 有沈文成的老婆主动向他提出离婚 孩子大了 你既然喜欢这种生活 就让你自由 沈文成坦言 他也认为自己不适合婚姻 但在签字离婚时仍痛哭流涕 眼睛一度睁不开 还是老婆反过来安慰他 他更笑说 公布离婚后 大家很开心看到我走出来的样子 因为朋友都很心疼 表示每次在脸书发照片 用电子锅煮东西 我都说沈文成跟电子锅稳定交往中 朋友觉得他可怜 都会要他来家里一起吃饭 沈文成因热爱工作 天性好自由 和前妻观念产生歧义 因而二度离婚 目前单身的他 对于感情看得很淡 关圣帝君是我的老师 我相信他会为我安排一切 一切随缘 也不考虑再婚 他笑说二零年来 早已习惯一个人的生活 有宗教信仰 钓鱼 还有玩具其他 种鸡 他每天早晨先坐伏地挺身五十下 甚至常自言自语 提醒自己不要忘带东西等 每天也会被经文 我很怕我会失智 因为我看太多新闻 就很害怕 加上最近常忘东忘西 就有点紧张 有在防患未然 就觉得有一天我什么都忘记了 经文还记得就好 他钓鱼只钓不吃 他说钓到会先拍照 亲一下 说阿姑亲一下 回去 然后就把鱼放生 要钓到那么大的鱼不容易 他要躲多少鱼钩啊 他最大的天敌是人 他曾在蓝宇调到琉球黑毛 至今无人破他记录 好友张飞也称赞他厉害 能用那么细的杆子调鬼头刀 两人常透过LINE分享生活场 他还打算送自己的联名款调 赶给张飞当作生日礼物 早年沈文成炙手可热 秀厂 工地秀等地都抢着要 但他不像很多艺人买房投资 以前有些人去工地秀表演 做一做就买房子 当年定金只要十万元台币 就可以买两百万元房子 可是我心里就觉得这样对吗 我才来你们这赚几万 结果我还要花几百万 他只买了台北 老家台东和加拿大的房子 再把台北卖掉改住台中 股票他虽曾好奇 但还是不敢碰 爆料好友杨帆 方瑞娥都是资深股市大户 效亏都是因他们 才知道各大名牌品牌 日常最大的开销就是钓鱼 买好钓杆不手软 由于他的孩子和前妻 都已常住加拿大 独居台中的沈文成说 自己不会指望要孩子 要放弃现在的生活来照顾他 早有在规划未来 也和朋友研究起养老院 我要多赚钱 他们指孩子 现在的工作环境很不同 压力很大 也不可能请假来照顾我 所以我存好了养老金 但也不要让自己太辛苦 不要让身体更差 不然撑不到那个时候 所以就只想顺其自然 做适量的事情 钱够用就好 并告诉儿子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甚至做好准备以后找看护 或把自己送去安养院 他说要把握现在注重养生 好好享受生命的余光 他早餐最喜爱的三样食物是香蕉 热卡布奇诺 红豆面包 晚上则会煮些简单料理 幽默说 沈文成跟田子锅文定交往中 就是台语谐音电子锅了 演唱会前 他则会特别用菊花 枸杞 红枣泡茶和护扫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